最近又有一位明星的火锅店翻车了 前不久有一位网红到郑凯旗下火锅店后厨进行实地考察 结果却令人作悟 工资人员称店里的牛肉都是当天现切 骨汤也都是用骨头熬好的 招拍牛肉是现切的吗 我们的牛肉每天都是上午切 下午卖 但事实是牛肉会存放三五天 骨汤是用料包充滞的 不仅如此 当厨师发现食材味道不对时 也不会第一时间换掉 而是随便冲洗一下继续使用 就连炸制食材的油都是一个星期才换一次 卤汤更是二十天都没有换过 味道有些发酸了也没人理会 对此该品牌在8月14日晚发表了公开致歉信 称对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 目前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对所有门店进行核查 范菲也希望该品牌能尽快告知处理结果 真是明星开店翻车的事情屡见不鲜 前有陈鹤火锅店被抱合成肉嚼不烂 后有杜海涛无心的火锅品牌 因卫生问题被责令整改 范菲觉得明星在用自己人气挣钱的同时 也一定要对消费者负责啊 那么大家觉得呢